我差不多用半年多了 拿來用我的浴巾啊 我的臉巾啊 以前臉巾每天都是要換一條的 現在我都不用了 因為那個臉巾我們整個都濕嘛 然後放在浴室裡面就會 也是不通風 即使我有放抽風機 可是還是不夠通風 所以都會臭鋪鼻 結果用了這個乾媽媽以後 我就差不多一個禮拜才洗一次毛巾了 我用在廚房啊 浴室啊 就這兩個地方都有水比較多 乾燥有一點耶 感覺就是地上的所有的水氣 就會比較容易就消耗掉 不過冬天會更好 覺得浴室裡更溫暖 因為有時候你抹布洗一洗掉起來 它就悶在裡面會有一點發霉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廚房的東西 現在拿起來我都還可以直接碰到我皮子裡面聞 我覺得很乾淨 所以我朋友去我家我都會介紹他一下 我說你看看這個抹布都可以直接這樣聞的 他說喔 欸真的很棒 而且我裝了這個 裝了兩條 我的店也沒增加到哪去 我看了去年譬如說四千多塊 這次也四千多塊 一天一塊錢喔 喔 難怪我沒什麼感覺 我看了 我看了 我们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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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童文城突破 童文城我是童文勋 我是楊向宏 所以 蔡英文不但完全不懂JATT 不懂WTO 而且她非常的胆大 她的胆子大到 心比天高啊 可是你的能力在哪里 你连人家 我的感觉是她 当年 党国体制里头 他们有非常好的党国关系 所以 养成这种嚣张的性格吗 19 你干嘛 我们在讲的 你让我想 她的嚣张是 她要推翻整个JATT的制度 这有没有够嚣张 一个二十几岁的 法律没有读懂的一个年轻人 她要推翻整个 天马行空 推翻整个JATT的体制 讲的完全是错的 幸好后来整个JATT 没有照她的预言来走啊 对啊 因为她本来就没有认识到 JATT的 其实大步往前跨 就是祸畅其流 这个方向 往前再走 不会走你这一种 充满耳以我诈 互相勾心斗角的 一种贸易形式 不是的 她一再地写啊 请销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 白纸黑字这样写 可是请销有一个问题 请销为什么她是不公平的 她还隐藏了一个东西 是你看不见的成本 那个成本就是 以中国为例 她奴役囚犯 进行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到现在还是 到现在还是 其实有好几个案子嘛 就是那个 牢里面的政治良心犯 她夹带了纸条 在圣诞灯具里面啊 对不对 在这个万圣节的这些 这些礼物文具里面啊 求救信 是不是 是求救信 然后求救信出来之后 这些人即使出狱了 还被千里追杀 对 所以囚犯的劳动力 等于是 不用钱啊 那这样的话 这个 美国怎么会 容许这种 接受你求换劳动力的这些商品呢 是 那当然刻意 反倾销税 或是其他的税 是 那这是某种程度的 变相补贴嘛 所以 倾销也好 补贴也好 或是求换 的劳动力的使用也好 最近还在进行 好 所以我们现在 请导播进来 这个背景就是 Low Arton 他在辅大的时候的一场演讲 跟Luke 跟Luke 这两个都英国非常有名的 这个郭会员跟NGO 然后他们所关心的 这一次为什么会来台湾拜访李靖宇 是因为知道李靖宇最近去看过李明哲 那刺山监狱 刺山监狱 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压迫 劳动力 求换劳动力 的一个地方 所以跟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 它的最大的关系就是 我们不是在谈到 这个 这个 求换劳动力 跟反倾销的关系嘛 是 然后最近 李靖宇告诉 John Alton David Alton Low Alton 跟Luke 就是说 因为Luke所关心的是 Modern slavery 也就是 现代的奴隶 奴隶制度 正在产生 像这样就是一种奴隶 新奴隶制度 正在中共的内部产生 然后呢 李明哲还告诉李靖宇说 他们所听到的就是 美中贸易战打得很惨烈以后 监狱方告诉他们 要努力生产东西 参与美中贸易战 就是要他们 现在是因为你美中贸易战 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公平贸易 是 所以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他用补贴税 把你补贴回来 他补贴回来 结果 他 他在挖一个更大的坑 他在继续压迫那个监狱劳动力 继续生产 可以请销的物品 再把你科的请销税 跟平衡税 再平衡回来 再去找 然后去压迫 李明哲他们这些监狱 所以很显然会抓更多的人 是 免费劳工嘛 免费劳力 就包括我相信那个也是 新疆 百万人被关押 也一定都是什么 再教育营 都假的啦 你就把他当成血汗 奴工 新的slavery 新的奴隶 那 Jone Alton Lowe Alton 就是David Alton 跟Luke 他们这次来台湾 也顺便在理解 这个 我们跟他们之间有关 人权部门的合作以外 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了解说 中共现在正在怎么样 继续在不公平贸易上面 继续创造更大的不公平贸易 那以赤山监狱为例 它有好几个部门 对不对 那听说有一个说法是说 是816 每一天工作八个小时 休息一天要学习 要洗脑 然后每一周工作六天 那现在赤山监狱否认 说他们不是816 他们是511 工作五天 工作五天 休息一天 学习一天 没有那个只有 完全没有任何词感 你也承认 你就是真的把这些奴工 把这些囚犯拿来当奴隶 奴隶 继续创造更多的不公平贸易 他也不否认 他只是说 我没有奴役他六天 我只有奴役他五天 真的好好笑 不过 那个听说只有第七监狱 就是 理名者被关的那个监狱 其他的还是 861 是511 511只有一个 511只有一个 就是 李明哲被关押的那个监狱 就是他有特殊待遇 因为李明哲有李静瑜去访问 然后他常常会告诉他 有国际关注 这个 国际关注 我有看到那个 嗯 我们有朋友啊 在我们的回应里头说 他好像觉得要像中共这种要人的时候 他觉得李静瑜的手段 好像把人要不回来 不是 你根本搞错了 李明哲是人权工作者 不因为他在外面或是里面 监狱里面就有所不同 现在李明哲等于是在赤山监狱里头 继续做他做一个台湾人权工作者的角色 他对于监狱里头任何违反人权的事情 他毫无畏惧的 请李静瑜对外所说 我为什么可以听到这么说的讯息 因为李静瑜每次回来都会跟我报告 都会跟我说明 哪些事情赤山去继续违反人权 我觉得我们应该赞美 李明哲真是了不起的台湾人 你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再对 但是那个罗阿腾就问了很多这个细节 是啊 他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个细节 因为英国可能也想要对中国 发起有关不公平贸易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个月之前 我们就开始讲 不公平贸易的每一个篮子里面 都有人权 他根本就是人权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不相信 就觉得说 哦 川普是商人啊 所以呢 他到最后是会妥协啦 谈判啦 有没有妥协谈判呢 其实他最近都已经把话讲清楚了嘛 每一个事情里头都有人权嘛 他不是已经在白宫召见了非常多 这个被中共压迫的少数民族嘛 包括藏人包括新疆 包括这个一些律师的太太 为什么 他就是告诉中共说 我不管是从外交 或从贸易 或从数位问题 或是从社会交流 这四个议题 来看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交往 每一个议题都有人权 我都要跟你谈人权 因为这才是美国的精神 这才是美国的价值 就是人权 那也已经非常清楚 包括这些人权 在外交上也把香港列入 是 现在香港问题跟贸易问题 都绑在一起 现在李明哲被关押 那所透露出来 他们的赤山监狱里头 正在利用赤山监狱的求换劳动力 在压低他们的成本 然后继续向美国输出 清销 美国在克你返清销税 在兑付你 用提高关税来兑付你的时候 你不但不思反省 而且变本加厉 而且美国是遵守JTT WTO的规定 这个就是WTO的规定 我觉得他也不是叫做兑付你 是人家根据合约就可以这么做 他没有任何的报复喔 没有 所谓的报复是说 我就不让你进口啦 对了 或者是说 我就 超过 你应该要承受的 这个反锦销的 这个补贴的部分 我把你平衡回来 超过这个范围我去惩罚你 那个才叫做惩罚 才叫做兑付 他没有 他是因为不公平 所以他把你平衡 平衡完了之后 他还是继续让你进口 所以他让国内的产业 还是要跟你在市场上公平竞争 对 其八点要相同 那么我们有一个 中华民国现在的 这个所谓的总统 完全不理解 GATTWQ的精神 难怪他在美中的这个贸易大战的这个过程中 没有讲一句话 not to speak is to speak 事实上 台湾从美中贸易大战受益非常的大不是吗 是 那你有没有感谢美国 或者说我们至少模仿美国 我们呼吁说台商应该要回来 我们呼吁说这个发出红色警戒 旅游必须要这个注意 因为有这么多人失踪了 所以难怪他在美中的这个贸易的这个过程中 不但没有表态 而且我认为他还是 站在一个 怀疑美国 因为他彻头彻尾认为 以美论 原来真相大白 对 他彻头彻尾认为 这个美国不应该用 anti-dumping 或是 countervailing 就是平衡税 以及反请销税的 这种方法 他认为这种方法是 abuse 是滥用这个权力 而且GATTWQ不应该给予会员国这样的权力 嗯 然后他有提出这个 他的这个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说 这个应该要让中共 当然当时不是说中共 他说应该要让出口国啊 有一个自动出口管制 他就是因为他 他违背了GATTWQ的承诺 入会的承诺 他现在 他无法自我控制 继续用监狱的劳动力去做的时候 还有自动出口管制 你是真的天真还是假天真 是 用自动出口管制 然后再不然的话 就是建立一个这个 所以蔡英文的头脑里头 真的是 没有任何人权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是在骂 我们是在骂蔡英文吗 不是耶 我们讲的都是事实 难怪 李明哲已经被抓那么久了 蔡英文还没有见过 李明哲的太太 李静宇 他认为这种事情 很正常 是吗 对 他觉得好像 柯文哲的助脚罪也有趣了 他意思是 李明哲去那一边 没有遵受人家的法律 所以他们两个是 应该是一挂的吗 差不多 他们是一挂的 那我们下一段进来的时候 我们来讨论这个好了 就是我认为 蔡英文是 却附体在民进党身上 可是一路以来 他为什么不惜破党 也要在初选的时候 对不对 一再的改规则 这个在我来看 破坏体制就是作弊 对 因为制度要留给后人 这是学法律 应该有的基本的信仰 他没有 他没有 然后他一路培养柯文哲 毁灭摧毁党内的 可能是未来的政治明星 这些精英 一个一个把它摧毁掉 所以最近我在 关键评论看到一个文章 讲的是伊丽莎白女王 她当时怎么避开她姐姐 躲过玛丽的 血心玛丽的追杀 然后才能够 都躲王朝 对 才能够造就一个 辉煌的伊丽莎白的盛事 是否我们有精力的信念 想要共同实现这些目标的 我们共同的支持者 一起我们来打造这个T-Coin 北元要做成这个台湾的 法定货币 法定货币之一 成立于美国建交宣打团 在环保部分 应该我们要建立一个team 去做维护基镇 台湾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就开始做 那你在73个原因要干嘛 办73份报纸 全球大概是有上百个城市吧 都有台桥在的地方 让他们能够 详细接收到正确的信息 然后提供意见进来 我们帮忙来做 维护基镇的调查 也一样 司法改革 这些律师 都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给付他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 永续发展的 建立台湾主权的道路 解决所有台湾现存的 这么多人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就从team的认谈帽开始